我们看到了蝴蝶悬对战零影四的一场比赛 那这两支队伍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都是获得了一个胜利的 双方目前是各击三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相遇 我觉得这两支队伍单拿一支出来都是一定听到这名字就很精彩的比赛 然后今天两支撞在一起真的是不知道会出现 差出什么样的火花 对 尤其是这两个服务器的话 其实都是属于那种甲组服务器的冠军的一个种子队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本届五神坛的一个报名阵容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普陀 地府 师陀 天公 方寸的一个蝴蝶拳的阵容 那零一丝这边是方寸 天机城 凌波城 地府和普陀 这还蛮少见 其实我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 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会把天机城或者是凌波城会可能放在 藏起来放到记者后面去 但是他这场比赛的话直接选择报名阵容里面告诉你 我就带了天机城还有凌波城 那你怎么来选择应对我呢 但是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双方在一个携带的战神数量上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蝴蝶圈有一个1200万的战神 而林丽丝是没有带战神的话 那林丽丝这场比赛可能会在属性上面的话 稍微会 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劣势 但我觉得双方的主指挥大家都什么的熟悉了 我觉得这一点小小的一个属性上的劣势不会太影响整场比赛 那如果说不影响是不可能的 但是双方的指挥都非常的厉害 这一点点的属性的话其实还好 那双方的话第一场的比赛一个开了云阵一个开了个鸟阵 如果沿用这个阵法的话 其实是会出现一个大课的一个情况 王子 就是很想问你 就是如果是你在去搭配这个队伍的时候 你会更在意这个阵法对本身自己队员的影响 还是会更介意对面的一个克制关系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可能就是我要上什么样的阵容 我就开什么阵法去打 你的阵容跟阵法你自己来决定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搭配会让我的队伍打起来会更顺一点 打到一个最大化的 对最大化的一个情况 而不至于说我要想你的阵法来开我自己阵法 像好像有点勉强了自己的感觉 而且我记得之前就是好像有过 我们为了要想去大课结果被反套 反被大课 其实这个就跟下棋一样 别人比你多走一步可能就会反大课你了 好的那刚刚我们也是看完了这个蝴蝶拳跟林影四的一个暴命阵容那个情况 那双方这支队伍你 这两支队伍你都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大课的情况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两场比赛都出现了大课 我觉得如果早上被大课的话 下午 已经切进来了 已经切进来了 我们还 一个萌阵打鸟阵 小课 小课 其实这个就跟你刚刚问我的差不多 就是你会选择上什么样的一个阵容阵法跟对面打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阵容去开的一套阵法来打 像观战方这边观战方这边他就觉得我这套阵容的话我只是要抢一个一速就OK了 而对战方的话不一样 对对战方的话你看到他们他们开场然后对战方是选择先封掉那个观战方的一个辅助 而我们观战方的话就选择先去封掉他的法系和一个物理系的输出 双输出 对也是根据正法和速度来说的话一个战术上选择会不同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吧 观战方这边这个齐天大圣 凌波城的一个情况 头上已经有战役值了 那所以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下到底凌波城在武神坛的甲组会发挥什么样的情况 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其实开场我们可以看到观战方这边两个方寸的一个封印命中率都非常的高 对面刚刚如果没有被打醒的话很快就快要五环了 五环了 不过打方寸这些指挥都正常一点都会选择防一手这个催眠 都给自己的宝宝打一下自己 那大家想之前大家都聊到很多的关于凌波城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在这场比赛里面凌波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而对战方的话目前从开场情况来看的话 对面只看到了一个方寸的一个出手 那全场的一个一速在关战方 啊凌智了抢一速 对面对战方物理系师妥 第三回合在一个变身 先是招了一个换魔出来 直接要青蛇了吗 估计队防方也是觉得并且蛇的威力太大了 青蛇可能相对来说局面会更稳一点 但其实我觉得青这个蛇啊 我每次看到各种比赛的时候 青这个蛇最心态爆炸的一件事情是 动了全全队伍之力去青他 结果绿了 一个绿了 绿了的话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阵容都会很亏 很伤很伤啊 那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凌波城市使用了一个烈石青 对战方一号为的宝宝 我这边我跟大家说 我这些小细节的地方 我来保一下 关战方这边的方寸在被凝制之后还有一速 所以这个方寸非常的脆 如果对面待会要点杀这个方寸必死无疑啊 先先把这个flag先立起来了 对面一个加了野兽的一个尸陀 再加上一个呃 法系 点的话应该会 这应该是个女吧 是个女吧 对 点的话应该是一个必死的状态 看蛇神不神哟 神不神 神了 开过光的 开过光的 你说的是吧 刚刚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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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不背 你刚你刚上来接着说就神一条蛇了 绿绿跟健康 那大家目前看到这场比赛是观众方这边是这个零影子对战方是蝴蝶拳 正法刚刚九妹也跟大家说了一场小克鸟阵小克龙阵的一场比赛 而且是在被克制的状态下 然后还被凝制的状态下 我们的观众方的这方寸还是有意思 这个一速的话拿得很稳 真的很稳 大胆猜测 其实我觉得他就根本没有加过什么体制之类的了 全柄的一个状态了 但这个一速的方寸表现是非常给力的 好 催眠也 哇 这个观众方这边的风影中率很高啊 宝宝还没拍到 但这边蛇 蛇打醒了 蛇打醒了对面 哇 这是宝宝什么时候吃 当前回合吃 小月灵还是非常可爱的 但是小月灵拉出来之后基本上会被对面给清掉 对面还在打折 4300的一个伤害 现在是观众方转而去清对面那只法房 嗯 出发 这个血量 这个血量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观众方这边要做一个选择题了 对 到底立披清蛇还是清这个三号位的法房宝宝 因为这个法宝宝有一个卡配速的一个情况在的话 他其实可以吃五龙丹解开封印啊 然后配合输出的 看观众方这边到底到底先选择清蛇还是清童子吧 应该还是会优先的去清蛇吧 嗯 蛇 他的一个输出还是很包战 对对对 就我觉得你吃药你还是消耗了东西 但是你的蛇一直在在场上就一直给输出 而且到现在好像对战方的势头还没有出过 嗯 出过手 哎 破甲也给到观众方这边的凌波 提前的一个破甲 冰箱 我给蛇点灯 嗯 好了观众方这边你把先开始的一个取秒啊 观众方一号位的这个宝宝伤害非常的高 打到凌波的身上都是一个一千左右的一个伤害 双离拼清蛇看一下这个灯 能不能起到效果 不行 心在滴血 对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你给这个蛇卡了一个点了个血 但是蛇被轻掉 对 相当于你普陀这个回合是直接罚战了一个回合的情况 没有做到什么有效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灯改成是一个波澜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但是他直接给了一个灯 只能说有点贪了啊 现在对战方这条蛇的血量也是比较惨 那下回合看是继续清这个蛇呢还是 还是 贪一点一波 AOE的取妙 好 这边自动凝神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一下方寸的一个封印命中率 那光辉先补回来 刚刚被破甲过这个灵波城 哇 5500 带走对面三号位的这个 法防童子 这一刀很致命 嗯 嗯 这回合 没有去清他对面对战方的蛇 嗯 哇 这个宝宝 7000的一个伤害 8000的一个伤害打过来 这个其实 幻魔也没办法啦 这种牛的幻魔的话 他身上没有继承的技能 没有什么高幸运之类的啊 那对战方的蛇这个回合还幸存下来 主要的原因是观众方之兵的灵波城是没有清他的 那看一下这个回合对战方要不要选择继续保蛇 但是对面湿头里也有可能也会连环击青蛇 湿魂 啊 但是对面有一把金青 但他湿魂的话应该是想要点 感觉像是要点的 挂了湿魂感觉是要点的 害怕 点了 天崩地裂 最后一刀是不能保护的 1900 那这个血量的话 其实女麻木群秒 没有选择 直接一个嗜血之计 诶这个宝宝 宝宝被秒到 没有选择去很急我的跟点人 丽皮的宝宝还是先青蛇 他主要是先青蛇 那这样的话这个点一下失败 对方方下个回合会满愤怒 有一把大特技 看他怎么放了 脚下还有一个塔 对脚下还有个塔 但是观众方有医术 会不会去笑一下 如果是你你会笑吗 如果你是这个医术 我最喜欢的梦幻西游技能就是笑里藏刀 那直接催眠 没中 对面也没用哦 对面也很很稳 对面也不赌这个回合 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愤怒来笑我 他选择先出一个宝宝 笑里的愤怒应该是有的 啊 毕竟他血量也不满嘛 对对吧 好 你看他们刚才是有的 他把这个蝉子 叫AMA 炫耀 我把他带在这边 叫支援 所以他把这个蝉子 Detach 那些蝉子 就是 但是不是 他不是 老大 他怎么会 他不过 两个利批 刚刚那个批的三千七 这个三千 三千零二十二 那应该死了 这一下三千就够了 大家当没事发生 谢的化魔这么多血吗 就肯定是残血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 它剩余多少血量 但是它的一个血量是 肯定是残血了 然后换魔说 没关系我还能输出 让我输出一下再死 看这回合 观战怎么选 观战方 还是两个回合的催眠不中了 无魂 再中 那我估计 对上方这个回合 应该是连环击青蛇了 咱们来看一下 先师伯清宝宝 哇一个AOE 它这一下其实观战很多个单位的血量都比较残 虽然说这个女王木的取秒技能只能秒三 但是它打出来的伤害基本上都是2500左右 非常高的一个伤害量 看一下观战方 那这边要不要两个丽批批蛇 一个丽批青对面的5号的那个化魔吧 那个化魔留在场上不好啊 反正它已经残血了 就是这种血量还没有很多 但是伤害很高的东西留在场上的时候 会让人觉得 我心不安啊 对 因为 这么多界的五神坛了 大家都对于女王木这个蛇 摇出一个大奖 或者说它打出来的一个伤害量 其实是真的无法预知的 它可能连续三四个回合 打你个一两千两三千 它突然摇你个八千 其实这个是很难受的 因为比赛随着进行当中的话 大家的血量都不会是全满的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四分之三左右的一个血量上线 那如果说被蛇突然咬了个八千 像输出 呃 大 呃 零波神或者是石头领的话 突然被咬一口 其实很亏 哇 这个蛇直接咬死对面的化魔 这是预料之中 啊 连环进行蛇 连环进行蛇 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领 最后一下 死了 没神 所以我觉得连环其实还是很稳的 嗯 嗯 连环进行蛇很稳是吧 嗯 从 呃 我看到游戏非常多小伙伴都说 这个零波神 效果一般 我觉得 呃 也不能这样说 现在比赛才刚刚开打了11个回合 啊 可以看一下它后续的一些情况 哎 蛇神咬 右旋 嗯 在那个位置比较容易省是不是这种玄玄 玄玄的一个情况啊 站在自己的主人身边 嗯 会有一个 捧在手心 对 buff的一个驾程 哈哈哈 七宝玲珑灯 啊 没 解开了 解开了 啊 黄泉之吸 是要抓一下速度了 对 开始要抓速度了 因为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嘛 对面通过凝制了之后的话 还没有办法抢到场上的一个一速 那 目前情况呢 它只能够通过黄泉之吸来抢这个速度了 再吃一个宝宝 两条蛇行程 对面 估计是说你还得变身 再连环机清一下手 这是第四条蛇 呃 我想想啊 对 应该是第四条蛇了 被清了两条 对 场上两条 一批再清一下蛇 两千 哎 这回合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速度的情况 黄泉之吸之后 嗯 要是还要快的话 还是 还是过得忙这边快的话 那就很尴尬 对面地府要 要很 很多事情要做了 好的 关东方这边这个一速拿得太稳了 这到底是带着什么 什么灵事 对什么灵事 呃这个推眠刚刚风中直接蛇摇 蛇摇醒 现在双方都是两条蛇在场上 嗯 其实让我们看到很精彩的数据的机会很多 嗯 就大家可以通过这双比赛可以看到啊 其实从这个保护蛇的这个呃 措施上面的话其实对上方比关东方这边保护蛇保的会更好一点啊 笑里啊 这个回合两个催眠都中了 宝宝省又 直接摁了一手防御对面 但是这个水量也很残了啊 也很残了 这个关东方这边还有币里宝宝跟一下拍了个5300 那这样的话宝宝只要不下移拍行两个催眠单位的话 对上方一号啊 这个一心而行是没有办法再拉出下一个宝宝了 被催眠 呃 哇 这个位置我以为会拍到那个催眠的单位上 那心态崩了呀 呵呵 那目前场上说句实话啊 还是要说一句实话 林波城的效果的确没有怎么体现出来 他目前主要是通过一个烈石在亲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啊 催眠又中 中了三个 四个催眠吗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场比赛关东方这边采用了相当久远之前的一个睡沙流啊 果然睡沙肯定要伴随点沙 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点沙 奇妙 莫德拉 四千九 其实 这个我真的很好奇 观战方这个方寸带的是什么林氏 你看他速度 速度这么快 不管你怎么抓还是第一 命中率也很高 是 这种就是 我觉得啊 他有这么快的速度 他前面应该是六速度的了 风味命中率这么高 我只能说他真的 在装备上的问题吗 装备上可能也有加成 运气也很好 我觉得 也是 因为给我的感觉啊 观战方这边这两个方寸 无论是一速方寸还是二十方寸 他的一个风味中率都差不多 卡速方寸肯定是带风味中率的一个林氏的 但是他的 一速的方寸风味中率跟他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 尤其是像现在 你看他这个回合 会把另外一个再催眠 但是虽然说催眠不中啊 但是他肯定会这么打 卡速方寸分身 古多点灯 女王母应该会选择召唤一下怨灵 对面已经开始吃五龙丹解开了 没办法 想再用烈石清一下宝宝 哦 先叠罗汉 先叠一个罗汉出来 其实他在这种 现在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点沙流的情况下来说 其实双方的愤怒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说特别好的 会长得很快 基本上双方都是要通过一个 踩塔来恢复自己的一个愤怒 尤其是像现在场面的话 关弹方这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叔叔都被你控了 我这边的一个愤怒来源 就仅仅靠自己的一些踩塔 或者是你的宝宝下滑 打到我身上来稍微恢复一下 而且他一直在被催眠的话 踩塔的机会也不多 对面的话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机会会可以选择踩塔了 除非关弹方这边封印不中的情况下 你当前回合踩了一个塔 而且要看他对面带了多少五龙了 心态爆炸之吹棉符 心态爆炸之吹棉符 现在双方都在用这种催眠的一个打法 其实我自己打PK的时候 我最讨厌的就是风系 就被封住又不长愤怒 我明明被封住的时候很生气 其实风系主要还是作为控场的作用 对吧 他这种配设置的话也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现在场面上的话 这个对面的愿灵打醒了官团方 这边吹运的单位 官团方这边是没有愿灵 不会让你有这种意外打醒的一个机会的 那看一下官团方这个回合 对方方 应该会点这条蛇了 看一下 我想一想 对面官团方这边应该会先选择 再亲一下宝宝 对面宝宝配置太好了 先亲一下宝宝 不会随意的进行一个点杀 两个人物单位被控 两个辅助无法出手 再不亲宝宝要满屏了 但是官团方这条蛇 要看这回合怎么保一下 很危险的一个血量 对 在园际的边缘疯狂试探 尤其是对方方现在只能通过一个 配速的宝宝给这个蛇 吃个大惊才行 分身 对面选择控官团方这边的普陀 对面有一把金钦 这一把金钦就非常漂亮了 施陀里应该会选择 施伯亲一下宝宝了吧 哇这个蛇咬蛇轻掉 果然是否新宝宝八千一的一个伤害 再跟一下三千三 嗯 这边也经常怒清一下宝宝 两千 五千四 罗汉 这回合放出两个大特技 对 对 对方方这个回合放出两个大特技之后 基本上就把整个局面给稳下来了 一个金钦 接一个罗汉 接下来看官方这边双方寸的风云命中率了 但是他现在其实这个 对对战方场上这个宝宝真的是 头皮发麻 毕竟场面比官方这边的要豪华一点 对 看起来 我那个三号位的童子是不是考虑可以清一下 这个要看双这个官方这边的一个指挥对于血量的一个预估情况了 如果他记住他的血量的话 他肯定会有一个碧雷宝宝什么跟一下 然后再用另外的 林波城再清一下对面的二号宝宝 这样可以一个回合清两只宝宝 但同时我觉得还得防一手点杀 啊 对战方尸魂给到官方这边的尸图 哦 这个林波 金钦 非常漂亮 但是有一个小耸 哇 我就说了 这个时候肯 肯定要防一手点杀的 对面这么豪华的情况下 他不点你 他干嘛呢 蛇还咬了一口四千六 必死无疑 这回合拉灵洞 石头领直接摁死 那看一下 对战方女 拔木 嗜血之际 四千二 有玩家说 林影四的运气太差了 我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相对来说的话 林影四这边运气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 有玩家说 又有玩家说 这运气还差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觉得他的运气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差 就是 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官大方这边刚蛇野神又过了两次 但是大家要记住一个重点就是 对战方是一个石头领 石头领通过两次连环击式让蛇神又了两次 但官大方这边不一样 官大方这边是通过三 两到三只地皮宝宝 打神了对面的一个蛇 大家想想 从这个出手的情况来看 官大方这边用了三个出手机会 换对面蛇一次神又 但对面不一样 对面是一个出手单位换一条蛇的神又 赶紧再拉一条蛇出来 嗯 因为换魔的血量也是有点危险 但对面这个雷鸟人 我觉得目前来说可以给他颁一个MVP 这个MVP是什么MVP呢 生存的MVP 像这种69级带的宝宝 应该是一个捣火的宝宝 69级的宝宝站在场上 三四个回合了啊 这个应该属于这个45级可携带的召唤兽里面 站在甲组五神坛比较久的一只宝宝了 主要是没有空去管它 嗯 从现在大家都在轻舌 对 对吧 那之前 呃 大家在五神坛上面应该见过 最低级的一个宝宝 应该是35级可携带的马面啊 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一只宝宝了 低配版超级神马 壁垒的一只宝宝 高配版 高配版 超级神马 超级神马 有玩家说见过大蝙蝠 真的假的 你们找一下录下给我 海猫虫有吗 哈哈哈哈 海猫虫 其实可以了解一下 啊 马面 对马面我是见过的 像树怪那些 我还真的没见过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落魄控制对面的 轻轻 没办法 再落魄 这是一个 对 有 有 想 你 其实 你 虽然小死亡没中但是 赤博应该是没了呀 其实小死亡挂中的话 他就已经 他就已经 神诱 这个武器上的一个效果 也是发挥出来了 这是一波弹幕驻微 弹幕驻微 说运气太差了 说运气太差了 但是他马上来了一个运气 不聊运气了好吧 运气也只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口血卡得很关键 卡了这个催眠控宝宝 龙龟给蛇卡了一个大金 这个是非常OK的 贝蕾拍雷鸟人1800 1000 其实这个雷鸟人的血量还是很OK 他是平实力站在这里的 刚才说超级神马 神马就出来了 出超级神马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要抢一锁 对 好像是用尽了浑身的力气去抓这个速度 但一直没有招回来 对 这个也是 对招方其实现在挺郁闷的一个东西的 因为你想嘛 无论是你在平常打PK 还是说你刷任务 离开鸟战的目的就笑比对面快 对 但是你现在灵智试过了 你黄泉之息也抓过了 还是没有医术 那你现在只能通过拉个神马 但神马只能带给你的是几个回合的一个医术 后面的话你要医术还是得通过地府的黄泉之息来抓才能拿到 哇这个腾脱镜27没打醒 其实抓速度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抓了之后 这回合医术还是别人的 那其实相当于也是相当于你在被罚站 你是没有做 只能说你在做一个累计的事情 就是你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速度拿到 一天没拿到之前 其实你一直在做一个准备的工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零影四的零波城 现在还有两回合的一个小死亡 这个回合是可以拉起来的 咱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观众方身边的方寸 会不会控对方的方寸 然后普陀来拉起零波城 否则的话我觉得对面很有可能会 方寸控普陀的 没控住 没有速度被抢了 对速度也被抢了 而且这个回合对方也挂了一个无魂 没中无魂 没中 没中 拉起 拉起起个指人 起个指人先吧 这个6800的大惊是三药的效果 被狱的一个效果 直接出手 3400 一点都不虚 再卡了一个 回升伞 直接出手 直接出手 群秒 轻掉 轻掉 哇 这个宝宝 直接被反死 119 刚刚水亮就很残了 是很残 他身上 他身上刚刚好有女王母反噬的一个效果 所以被打了个119 没办法 这个宝宝 死的其实挺冤的 换了换了 换了 同归于尽是吗 对 可能对面有点小赚 但是我们绝对不亏 一换一 不亏 强行不亏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场面的话 对方方有医素 先跟大家再重新确认一下速度的情况 对方方现在是有医素的 看一下这个医素 要不要选择破关的方 这边方寸的一个分身 然后选择点杀 对面方寸没动 是不是 不是 没医素了 但是对面的这个方寸自动的一波其实 有点亏啊 这个雷鸟人也一直在防 吃驼领的一个催眠 点了 我就说嘛 这个回合对方 点这个方寸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死了死了死了 嗜血之际 哇这个差点下滑也把这个另外一个卡速的方寸也抓死了 赵万柔吃掉先招一条蛇出来 其实这回合你说是不是应该保一下这个方寸会比拉灵动要好一点 呃我想想 大家保不住 大家保不住 其实他主要这个 灵动拉起来还是 给到一速 效果会 更好一点 又并一速你无论怎么取秒啊之类的 都会打到他的一个身上 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给他做防御性的一个措施 要帮起归眼看风 一速倒地其实很难的 很难很难拉 哎我的天哪今天是怎么 哈哈哈哈 断月式来清宝宝 其实通过这个回合呃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蛇打出来的一个伤害都非常的恐怖 五千五千的在拍 还好是打在宝宝的一个身上吧 如果说打到人的身上 这种伤害其实是 毁灭性的一个打击来的 你五千选你下个回合 观众方这边有两只配速的龙龟可以卡大金 对上方也有两个配速 神马加那个雷鸟人 也是配速可以也可以卡大金的 那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观众方这边这个回合要防一手点杀 对上方三个人物单位踩塔 十多岭身上有变身 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方这边这个回合 怎么来防一手点杀 这个雷鸟人今天应该是MVP了 站了很久 雷鸟人是站在场上挺久的 十多个回合应该有 公民上有玩家跟九妹加油呢 说九妹不要紧张 哈哈 感谢大家 好观众方这边是通过封印啊 来防对方的一手点杀的 对方也选择效力 反攻观众方这边卡速方寸 啊 虽然是 6500 对面是 又金钦 施脱领的一把金钦 再来段越式 其实从分头上来说 应该一直是对战比较占优势 罗汉 这把罗汉接起来就 其实就非常稳了 而且观众方这边还不错 带了这种小四海 小四海刚吃了就好 八个单位受益 非常赚 这个雷鸟人被清掉 那张对方场上只剩下了 看一下 应该是两个利劈 加一个配速的神马 这条蛇 稳住了 稳住了这条蛇 头上还有一个普通的雪的 现在反倒是对战方 对战方这个时候 其实点下的意图还是会有的 因为他知道 这场比赛跟你一直耗下去的话 其实我也不是说耗不过你 但是对面可能 应该说两队肯定都希望自己可以在第二场比赛也可以拿下三分 肯定是希望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这场战斗 对战斗 地斗毒 那来看一下 施手里应该是先选择清一下宝宝 金甲4500咬了一口 尽量 九妹的有没有觉得这样比赛关法这边其实现在已经达的很拼 主要是他直接 屡麻木失血之际来亲马报 但其实 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对战对阵 双方寸这种情况下 他在药的上面 可能并没有那么适合打持久战 因为他肯定要花一些 就是一些格子去 带那个解封类的药物 其实 连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挺对的 因为你在这场比赛里面 你可能 我觉得正常打PK 带的五龙丹就大概四到 四个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四到五个 五个也不会全都是五个的 那代表着 你碰到这种双风系的阵容里面 你的五龙丹 会消耗得很快 如果尤其是观众方这边 还有一速的话 他在整场比赛 对你的一个精进的控制 会非常的一个好 这样的话 你的五龙丹消耗 就会特别的快 打持久战没有办法打 那么先来看一下 吃托领青蛇 是成功轻掉 来看一下 观众方这边 青蛇没有轻掉 这个力P 还有力P 观众方这边 龙龟来保 这血量应该还算 很稳健的 还稳健的 再卡了一个大金 2789 要性 2723 观众方这边 现在对于这个 蛇的照顾非常的好 因为这应该也算是 比较后面的蛇了 对 有没有玩家数过 这个我刚刚还真的忘记数了 这个观众方这边 第几条蛇了 至少应该是第六条 第六条了吗 应该是吧 这个就很 我们上一次数的时候 是已经四条 对四条 这样数的时候是四条 我看一下公平玩家怎么说 第六条 很多玩家都在说是第六 反正第五第六条左右吧 那就应该非常宝贵了 非常宝贵了 真的要像这种 三个大金卡进去的那种保护了 不然你蛇被再被心跳的话 观众方这边就 后面就没宝宝了 观众方这边效力控一下 对上方 这个 这手应该防了一手金钦 再猎血 四千七 观众方这边开始造牛了 这一种 这一种时候 造牛是真的在 保存自己的宝宝的一个 情况了 再随便召唤 蛇的话 其实还真的不靠谱 其实我觉得在点杀的这种 防点杀的一方面 你造牛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花 对这样一定要花一定的宝宝 或者是人物去控你的幻魔 对 相当于对面 也要花费到一定的资源 对 投资到你的这个 轻化膜上 对 它的那个蛇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而且同时在你轻我的两只换魔的时候 我的人物单位的血量也能够 有得到一定的一个恢复 那对面尸托领的变身已经结束了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 会不会用卡速的方寸 控一下对面尸托领 让他 延迟一个回合的一个变身 对 heavy xx Ohhh versand 对面尸托领 对上方罗汉 对上面尸托领 呃 果然是疯了 对面的这个 濕虎 但是没风中 那是多灵变身可以出来了 龙龟神有 这个神对于观众方这边来说非常关键 天崩地裂 观众方总是在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波点杀 看一下这个大死亡 当前回合中的大死亡 血量 还有五分之一吧 群秒 1600没有倒地 有壁雷 应该有点 很残血了已经 有宝宝羹 差一点点 会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吗 没有 这个其实是观众方这边自己造成的 他很贪心的选择了一个群秒 而不是选择一个嗜血之气 没能带走对岸方的这个 尸陀 砸死 这个只能跟在场的玩家说一句 不是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 没有这个无神男的精彩时刻 非常可惜啊 非常可惜 差一点点就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了 但观众方这边有异速 直接砸死其实也是OK的 但对岸方肯定也会拉洋祸 其实按现在的一个局面来说的话 其实刚刚他群秒也OK 因为这个水量肯定会被控到一个很残的位置 没有异速 然后他如果是水的话 可能需要说采轮啊 对 采轮之类的 有玩家说他刚刚的一个血量不够啊 就是 这个是 这个的确是我刚刚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地方 至少被雪灯挡住 不太看得清 对 这个是其中之一了 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 你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点下的话 你可以选择是血之气的情况下 还是是血之气 而且你场上有两只龙龟 其中一只龙龟用来吃个大惊 另外一块大死亡其实也OK的 但这个看指挥当手是怎么想了 这个的确我刚刚是 也没有留意到这个女王墓的一个血量 但观众方这边现在 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大死亡 形成了一定的一个优势吧 可以稳一下自己人物的血量 对 人物的血量先回忆一下 然后宝宝的威胁也没有那么大 毕竟倒地的是一个尸驼 对 我觉得室驼的连环击青宝宝 基本上 稳得一批 稳得一批 尤其是 室驼青宝宝效率很高 连环击青蛇效率更恐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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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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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a 別 进行了三十四个回合 观众方这边可能开始会选 我感觉上他会选择继续催眠走起了 先催眠再控一下对面的宝宝 再进行睡杀 凌波城头上的战役值现在是不够的 痴心没中 想提前控普陀一个回合 催眠 天宝宝卡他 对吃一个小色 哎蛇拍醒了催眠的单位 这个会影响到观众方下个回合的一个 出手的一个操作情况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凌波城 感觉接下来要点下了 嗯 我这个小四海还触发了这个被遇的效果 全体为了1200血 来看一下这个回合 观众方这边全场有有全场一速 对战施 对战施琢琳倒地 看一下 大死亡还有两回合 对大死亡倒地 还有两个回合 但这两个回合 其实普陀这个回合是可以拉起的 来看一下观众方这边怎么去选择 双方算 施星给到一速 对面是选择分身 没防一手 虎头来拉起 对面你这样拉起的话 我想想能不能站住啊 这个施琢琳 着 盒 又卡大金 呢 又卡大金 尸多林起来 就先选择一手变身 哇 这两只宝宝的血量都很残 嗯 哇 两只宝宝同时被清掉 那这样的话 林波成在 什么你觉得 林波成在下一个回合 应该说观众方下一个回合 会不会选择点杀 在对战方宝宝只剩下两只的情况下 我觉得会去点吧 因为你现在仕头领是一个 刚变完成的状态 应该不会出宝宝 不会马上出 然后你现在宝宝只有两只 那我不点你 更带合适 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说说你这个回合 要选择出宝宝的话 那代表着你是不会出来 什么连环机 摁死我的一个人物单位的 那这样呢 其实现在是一个 极好点杀的一个机会 咱们来看一下 顺势而为给到对战方的 女帮目 对面现在还在抢 这个选场的一速 破甲给到对战方的地府 这一刀暴击 这一刀暴击 哇 这个大死亡 金钦 金钦 只能说如果这个 大死亡的宝宝先出手 再到凌波城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当前回合 大死亡 点死对战方 地府的一个操作 这大死亡的命中率还蛮高 感觉比对面的小爽命中率还高 百分之十 如果观众方这个回合点的是 铝拔木的话 其实铝拔木也会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 这个大死亡其实还好 应该说对面这个铝拔 不存在很大的威胁 这回合来说 其实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 深冬击西的打法了 对战方 就是观众方这边现在明白在有一个大死亡的单位 你强点 但是对面也应该会重点保护 点尸陀吗 这时候 点尸陀吗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先吧 尸心控普陀 控普陀就是不让点血灯了 感觉是要点尸陀了 来看一下 尸心 观众方这边双方寸 这两个回合的封闭重力非常的高 哇 3100还电了一下血 3400 普陀也残血 对 群秒 其实群秒很危险啊 普陀倒地 普陀倒地 对战方 普陀地府比两个输出还要早倒地 而且尸陀的血量也是很残的 很残的 下一个回合 很危险 因为他现在普陀地府都在倒地的状态 他相当于队外方场上只能通过这些配速宝宝 对 来给他们卡大金 否则的话 观众方这边接下来的一波输出 队外方会 可能会有 再有人员伤亡倒地 宝宝的大金应该也防不住这一波 先立个FLAG 先立个FLAG 观众方这边现在打出这个局面主要是靠 首先是那个大死亡 点死对面施托领之后 观众方这边的血量以及宝宝得到了一定的生存 第二是观众方这边双方送的封印命中率 奇高 导致对上方失去了对场上的一个控制 尤其是 开了鸟阵 没有抢到一速 很伤 很伤 真的很伤 因为双方的这两个方程肯定都是一个极度的脆皮 这个催眠 太恐怖了 这个职业控罗对面最归宿的那一个宝宝 失心 地府没中 但是对面有一把罗汉 地府这把罗汉可以说是稳住了这个局面 接下来就要看积累的问题了 积累的问题啊 连环 神没有神用 宝宝直接按了一手防御 6000 对面先把月灵造出来 月灵造出来是很OK的 看一下这个曲妙 2047 石头领 私血 私血站在场上 对面两只宝宝打了一个combo 拉起了普陀 普陀应该点灯 点灯 他这时候点灯还有一个double的一个效果 哇 对面现在集体残血 双单 对方方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一点点这种运气 否则的话对方方的人物单位是完全站不住的 虽然说我们看到对方方单位的血量非常的残 但是刚才方这边其实也没有那种就是很爆炸的一下子 对清场的那种能力吧 我觉得像你这种凌波城的金汤度的话 也不像是持续输出的那种 你只能在当前回合来一波金汤度 看下这个宝宝也没省 对面的一个群秒 6700 哇 这个女帮母真的是要么不抱抱起来的话 真的是会让官方这边也会捏一把汗 立皮下滑打到了方寸的身上 目前场上的这个局面的话其实双方还是可以打的 其实地府这个血量还是很危险的 嗯 地府的血量是很危险 但是场上的局面 官方这边主要是 没有什么 就换魔都已经被清掉了嘛 对吧 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他大概出了五到六条蛇 接下来他应该会稍微稳一下 不太敢再叫蛇了 对他再叫蛇其实挺亏的 这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官方这边是没有故意去刷这个漫天的 运气来了 对 但是对方的这个无魂让你强行平A了一下之后 触发了一层漫天 运气来了 蓝都拦不住 蓝不住 啊真的蓝都拦不住 尤其是官方 全场比赛就没有刷漫天的意愿 因为大家应该看了很多很久了 看了他41个回合了 他都没有选择平坎的 他都在选择烈石或者是金涛怒 但这一下无魂让他再加了5%的一个伤害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林波城的伤害 反倒是对上方 对上方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你得有一个点杀 先点死一个方寸 无论是卡速的还是一速的 点死了之后的话 首先第一 你自己的五龙单的消耗会稍微的缓慢一下 第二 你整体的一个打法也可以打出来 不然官方随便每一个回合两个两个控制 对我觉得其实你一波去点一下这个方寸 如果对面有计算到血量的话 其实应该知道这边龙龟的血其实也挺残 配数的血也挺残 对 那他如果一速死了的话 其实不太好拉的 这个回合官方这边 两个封印没中 直接换了一只虚米宝宝 龙龟神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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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9800先清掉了一个三号位的宝宝 师伯5100 狗兰 再来一次 哎 其实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龙龟神的技能有什么用啊 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了 对面普通意外倒地 被 女拔 暴击了一下3800 她的血量其实也不是很意外了 我比较意外的是地府没有到 其实我的意外也是指 女拔的一个法术暴击了 刚刚画面稍微切了一下 刚刚画面稍微切了一下 没事 继续回到这场比赛 继续回到这场比赛 这一个回合还没有操作完 好吧 这一个回合还没有操作完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 还是聊到我们刚刚的那个话题 对方的普陀倒地之后 观点方这边这一个回合 其实是可以选择点杀的 以及刚刚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凌波城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个效力应该是想要控一波精青 但是没有效果 这个观点方这边选择点队外方的士托领 卡一口血 翻墙脚海 打五 打一个面双流 场上只有一只怨灵 四千三 地府倒地 取秒 看一下这个取秒 金甲三千 其实这一波刚刚应该是那个效力 想控掉那个精青 如果精青不出手的话 这波面伤非常的伤 非常伤 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血量的一个恢复嘛 对 是就点杀和面伤流看起来的一个区别 对 面伤流看起来非常的暴力 也是之前大家会一直想说为什么斯托领一直没有上场 对 观点方这边 其实有玩家说到了观点方这边其实达到目前为止他自己的血量也会见底 没错 主要原因是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点杀对战方以及控对战方愤怒的情况下 观点方这边自己的人物单位头上是没有血灯的啊 来了对战方我就说嘛 对战方肯定要点 而且点的肯定是观点方这边随便的一个方寸 那他选择点一个更容易点死的方寸 这是神器的效果打了349两刀直接带走观点方这边 一速方寸小爽倒地 女拔应该是 女拔现在动不了 如果这回合女拔再出手的话 观战就很危险了 哎 观战就很危险了 说句实话 观战方这边的李莫绳直接倒地都有可能 对 而且你现在一个一速方寸倒地你必须要去照顾他 这是一个一速的弊端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观战方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优势其实已经在对战方了 对战方这几个回合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 对战方其实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亲观战方这边的换魔以及怨领 从而压制你这边的一个伤害输出 同时对战方会选择 你看一下对面的普陀的雪灯有多少个1234至少四个雪灯啊挂在头上 对战方就无所谓的 反正我把你怨领清掉了 你的女麻木就一直在召唤怨领 有些时候可以秒一个 但是你通过这些操作期间 我有三到四个回合 我都是一直头上顶着雪灯一直在恢复的 这个是关战方这边面上想要压制对面的雪量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看一下烈时4500 双方寸的恢复能力就是从技能和大特技来说的话 恢复能力本来就会比对战稍微差一点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一直在召唤一直在保护的情况下 可能说从宝宝还有人物的状态来说 比较危险 现在考验的其实是反倒是关战方这边了 你在失去了一个一速方寸之后的情况下 对战方有一速了 那这样比赛相当于关战方这边现在要面临对战方的一个打法 怎么来防住至少让自己的一速可以站起来 首先是你这个方寸 抵抗不了风你没办法分身 那相当于你这个方寸就是挨打的一个局面 第二 你这个凌波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但是在轻宝宝上面的效率啊 尽可能的更高一点 关战方这边应该直接天神怒斩一下对战方 一速然后群秒想要点死吗 金甲 我这样比赛对战方的金甲弹了非常多次啊 如果对战方普陀跟方顺没有弹金甲应该双倒地 五千五千 这个一速要怎么站起来啊 什么时候才是会去拉他 呃我们看一下啊 目前场上这个小手朗这个回合就可以拉了 但是我觉得 但是不好拉这个 会被控掉 不好拉 因为对战方可能当前回合直接控你的普陀 对吧 对面也是一个方寸 顺势而为强控你普陀是可以的 那这样关战方这边方寸就可以分身出来 这个时候看对战方的方寸怎么选择 到底是控普陀还是控方寸 控方寸普陀可以拉起一速 控普陀方寸可以分身 但是对战方也有手势的一个打法 控普陀 尸心 那这样的话关战方这边方寸就可以分身出来了 不分身直接控对战方的尸陀 哇这个其实挺堵的啊 在我来看 因为如果说你尸陀方封印不重的话 对面尸陀领出来尸薄星宝宝 关战方这边其实挺亏的 有一手无魂也没中 有奇妙 有奇妙 有奇妙还好 啊 啊 因为他不敢叫蛇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这条蛇被拉出来也是被迫 不得不拉的一条蛇 现在关战很需要去打破这个僵局 嗯 所以我现在一速没有了 然后普陀会普陀或者方寸会被控 嗯 普陀现在已经被控了嘛 接下来就看这个 而且宝宝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对看方寸吧 方寸也被催眠 什么 你这个防催眠 再挂个小酸 没用 没配到素 那这个点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虽然我们看到对方的与巴木的血量啊 但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嗜血之气的 一段方有地府 嗜血之系能够增加小死亡的一个回合 持续回合数 使人也没用 你这个血量 全秒啊 对面也是也是打得很弹 对面反正的目的就是点死就可以了 我不一定要延长你的小死亡的回合数 点死之后我下回合 我还有一只怨灵 我还能继续进行一个 全秒 看官方这边有没有宝宝清掉那只怨灵 没有了怨灵都输手了 你现在两个人物单位倒地 然后宝宝的数量也比较亏 宝宝的话 相对来说是会亏一点 官方这边应该会用二号位的龟宿孩子来拉起这个方寸 方寸起来之后应该会催眠反控对上方的一个方寸 方寸分身 那看他起来之后能干嘛了 二号位的龟宿孩子拉起方寸的 可怜性是非常大的 对面鬼眼看风 对面再召唤怨灵 来龙三的罗汉可以加给了 医宿 我们来看一下医宿起来干嘛 这边再卡个大金给卡速方寸 看一下医宿 催眠反控 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回合 官方这边可以说是稍微稳住了一个局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官方这边的 这个技能技能格子看不到啊 看不到这个龟宝城身上的小死亡还有几个回合 他身上的状态太多了啊 状态太多了 还看不到他的一个小死亡还有多少个回合 如果可以拉起的话这个回合肯定会拉起的 因为对方的方寸出不了手了嘛 对 普陀必定是可以出手拉起的 拉起之后的话身上也身上也有个指人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一个输出被小死亡的 他倒地起不来的情况下 其实不是特别的伤 像你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先来看这个回合 先来看完这个回合 方寸分身 对面有一把金金 落魄 中了 那对方施所领这个回合 没有办法出手 对面有大死亡的宝宝 没挂中 破血 哇这个没了呀 这个这个 呃看法系吧 应该是 取秒的 取秒的 哇神气的效果 这个 并不是神用啊 这个应该不是神用 这个是 方寸的那个神气的一个效果 这话不要说太早 你刚说什么来着 没了呀 没了呀 没有我是说这一波点杀 呃 没了呀 这个是方寸 哦 黄金甲的一个效果啊 这条蛇被清掉 真的是心很痛了 那心很痛了 宝宝现在场面已经是很不好了 尤其是观众方这边女帮目的情况 我觉得 现在我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 观众方林颖四在蛇已经不够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对他们最好的情况就是打平 拿一分 他蛇的一个数量不足的话 接下来的进攻他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例如说没有了蛇的一个随机摇出来的一个伤害 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他他整体的一个进攻性 那还不如现在改为选择打防守 或者是在防点杀 做花一点功夫在上面 这样是最好的 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他可能倒地一个输出 对他们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最小的对 不像是开场那种倒地的一个输出 亲不了对面的宝宝这种 来段月四 反正 身上带了女拔的效果 这个是 这个其实主要是 这个高反正 奇效 来咱们可以看到 观众方这边 犹豫宝宝真的不足 召唤鸟出来了 鸟是换魔里面造成伤害最低的一个造型 大家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孩子神有 亲生的 看到非常多的玩家都在说这个运气真的不行 没办法 运气这个很难说 对吧 高反正 高反正了解一下 有时候 女娃的嗜血之情不至于死 就有点伤 然后高反正了解一下 高反正了解一下 你看对面还是扣你的普陀 不让你普陀来拉起 凌波城 五千 咬了一口这个鸟 观众方这边 女白还是继续召唤怨灵 看一下 立批 三千七百八十四 那这个已经死了 这个鸟是不会神幼的 七千八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希望他们可以打出一个上万的一个伤害 这样的话就不是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五神坛的精彩时刻啊 观众方这边 感觉上啊 就是 人的运气不太好 宝宝还可以 宝宝的运气还可以 其实这两 这这一回合 这两个宝宝神的很关键 神的很关键 如果不神的话 真的就 崩盘了 崩盘了 对面有配速的龙龟龙龙直接五龙丹给到石头领 石头领直接 师伯再请你两只宝宝 一场上就剩下四个残血的单位 孩子也是这回合神的还是上回合神 忘掉 孩子上一个回合神的 连神三个 不神的话 这个局面早就被对面给打开了 对面又一个金星 那这波金星的话 接下来压力给到官方随便 卡速的方寸 落魄 没中 说实话现在对面的愤怒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也有宝宝还想 官方这两三个回合 宝宝的一个运气 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诶 取秒没根 龟苏拉且 再造一只鸟 看一下林波城 林波城起来之后 先起个指人吧 你没医素的 你没物理医素的 我觉得现在照这个鸟来说 很大的一个层面上 它是在吸引一波伤害了 感觉就是你们倾我的鸟就好了 不要打我人 你先也不要打我宝宝 这样一说有点像天机神 他现在这个鸟就是可以吸收对面 三个力匹的伤害 自带嘲讽 自带嘲讽 但 如果我是对当方 我可能就不亲这只鸟了 它造成的伤害也不高 反正现在对面的回复 人物单位的血量 以及宝宝的血量都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 不亲这只鸟是OK的 又有特技 然后人物单位的血量也很健康 吃星控一下 没中 对面直接换虚米啊 这铃波的血量 可能还是站不住 催眠 没中 连续两回合的催眠不中了 那高中方这边 残血的一速方寸 被挂中了小死亡 来看一下这个回合 对方方的一个点杀 破血的点杀 破血的点杀 哇 五千二 嗜血之际的 八千 八千 这一次对方方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要让你长倒在地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速方寸的小死亡 待会是否会减回合 如果不减的话 关键方将会进入到无尽无穷的 一速小死亡魔咒当中 他现在虚米一出来 其实这个一速更难受 一速更难受 感觉对面这个虚米拉出来就是 再电一下这个血量 可以保证自己这个回合的一个点杀 可以完全成功 那咱们来看一下 小死亡是又减了一个回合的 那对方的话 这边来说还是一个好事 催眠 笑里 再控你一手罗汉 环飞破散 不让你恢复 对面现在打得很针对 四二位宝宝神佑 再找一只鸟 这个是真的没宝宝了啊 真的没宝宝了 没办法 对面神佑了一只龙龟 六千二的一个伤害 看一下这一下 没神了 孩子这一次是没有神佑 看到有一个玩家说 开无键 拉虚米 开无键吗 这时候开无键有点 感觉有点早 有点早 我觉得还要再清两只宝宝左右 再开及时才行 现在如果开的话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 但其实也可以 并不说不可以啊 只是说这样会 再清两只宝宝之后 再出的话 可能会更稳一点吧 这时候开无键应该说是 对对面没有什么 自己的危险 但是可能收益也没有那么高 对 换一个说法吧 关东方这边龙龟给你把木 卡个大金 看到你开无键 我直接一个视觉之气 摁死你一个输出 你也挺亏的 其实 但是已经开启了 无键地狱已经走起 石头领 应该是一个鹰姬吧 应该是鹰姬 八千二 哇 又一个五千七 鹰姬来了 鹰姬了解一下 两千二 三千七 普陀身上一千八 龙龟三线九 哇 这波鹰姬完之后 关东方这边血量大残 群秒 卡速方寸 倒地 没倒 是神了还是 神佑了 这一次是真的神佑了 这个方寸今天神了两次 武器的神佑效果是真的给力 难怪现在各大服务器 都会去收一把神佑的武器 虚米 这个神也没有用 这一次的神佑是没办法了 对面直接换虚米 要冲掉你了 双倒地 应该是 基本上是没了 翻盘点没什么 基本上是没了 其实达到目前这个局面 我挺想问一下 看完了整场比赛的观众的 就你们觉得这场比赛 观众方这边 问题出在哪里 这场比赛 他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为什么这场比赛会打成这个样子 1万9 出发了我们的精彩时刻 在比赛最后的两到三回合 1万9千血打了一个 精彩时刻是有的 还是打在人物单位身上的 还是打在人物单位身上 我想看一下观众怎么说 目前大家说的是 林波城 林波城伤害不够 他在点杀能力上 比石头领还是要差一点 每次点杀都在自信 对 林波城的飞机问题太大 林波城伤害不够